中文字幕志愿者 朋友 您好 欢迎您收看 《正言圣人》那里足迹 上说现在的地球 已经进入坏节 之所以败坏 其因也是人类的 无名造业而破坏 上说天地气候之气 是随着众生业力而转 故常要大家戒慎虔诚 能自守戒御就能 防飞止恶 因面恶面生起 立即自我警觉断念 不生恶行 就不会产生种种恶果 现在敬请愉快来 收看今天的节目 上人感慨说 天灾地变的威力 非人所能抵挡 但追究灾变原因 却是源于人心 由于人们姿意妄为 对大自然予取予求 恶因加上恶的助缘 欲然解出恶果 众生就得承受夜暴 上人说 欲凡犯灾难 当心存谦卑 缩小自己 尊重大自然 人类的贪欲 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 使得天灾一次比一次 让人惊心动作 所以上人常有来不及之感 上人表示 人若无敬畏之心 必然放纵自己 人们一旦姿意妄为 恶因加上强大恶的助缘 必然解出恶果 众生就得自己去承受夜暴了 我们来见天 这种的天灾威力 实在是人不可空 但是回过头回来 这些人心灾难 所以这种的这个人论 大贵神秘 所谓众如是因 得如是果 上人旧因缘果报之理 分析表示 天地灾变的威力 虽非人能抗拒 但追究原因 仍需回归于人心 人心作恶形成业力 业力重于须米山 随中感苦果 人爱牵牵卑 健天为地 我们牵牵说 我怕喔 我要做准备喔 牵牵知道说 缩小自己 那种的谦卑自己 那种大质栏的威力 主人啊 人人中 不要说不明信 这不是明信 这就是一股气的力量 这一股气的力量是 冥冥中的因缘果报的业力 上人表示若遇防范灾难 唯有尽天爱地 存以谦卑之心 敬畏大自然的力量 才会缩小自己 谨言顺行 则无形中的因缘果报 使能屈极毙凶 上人强调 这绝灰迷信 而是冥冥之中 一股气的作用 这种的因啊 这个心 因为你不敢 不敢带动白人 所以人人就 每一个人的一颗因的种子 那带动了很多人的那种的缘的助力 这不好的也是缘的作用 就有了这个烈的因 所以就有了这个烈的因 这个烈的缘作用 落下来好 那这样这个因缘 结果做出来就是结果 所以这就是重心的 所以土宝石已经都系统都破坏了 所以这个因缘果报 我们应该要很重视 假如人人都不会不懂得敬天阿滴 不懂得缩小自己 把天地说不敢了 真的是很可怕的 所以这个因缘果报 假如人人都不会不懂得敬天阿滴 不懂得缩小自己 来不及其实真的就是来不及 因为系统都破坏掉 真的是来不及 来不及要怎么办 是就让它这样子 其实天地还有复苏的时刻 因为人心也有进化的时刻 这个时刻我们就是要 天天阿滴 圣人表示天地还有复苏之时 人心尚有进化的可能 只要大众提高警觉 心存敬天爱地 知安思维 借圣虔诚 就能转获为安 台湾山民的随土保持系统已经失调 尤其九二一地震之后 土质松动 土中含水量亦已饱和 只要下一场大雨 就足以引发汉人的土石流 这就如同人在重病之后 胃疾彻底修养生息 元气尚未恢复 即使是小小的风寒 也抵抗不住 三点的这个水泥过去的女同 也不外交出来 不容易 一直抗花抗花 不一定是水 所以只要轻轻地在下一场 一定就是 就是肥丁 就是吸水爆炸 现在已经寒水量 你的土地也已经是保了 九二一地震灰之后 你的土地震灰之后 土地震灰之后 那种的解释灰 也会有 有这种一个人 看的过后 老养齐 还没有过 大地震过活 他的副严育 还没有过后的疫情 水的饱和量 已经被淘汰了 正好过去的系统 我赤掉了 已经死掉了 我们要去做 参来的 警察 他在想 很厉害的参路 我有一点心 因为参的那个寒水 太饱和了 参的风景 也已经收到 他的一场大病 还没有复免 所以 我一定希望 大家也要参加 这样的地方 我们去做 这些事情 让我们有信心 卡不打 知道的地方 我们还是要密切注意 上人以天体运行 言之日月星辰 若各就各为运转 规律彼此无碍 则宇宙平安 天地极能调和 若天地之间 天地水火风其中之一不调和 就会带来灾害 就如地震水 患火灾台风等天灾 我们生在天地之间 这个天地呢 本来就有四大不调 不调的意思就是 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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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是不调和 如果是价格 假如和的话呢 果就果味 皮指之间 有适合这个运行 天地之物啊 チー 又要咬糊 又有 顺利的运行 這樣呢 這裡可以平安 星球 其實他們都有一顆一顆的世界在 我們也是千金之一 只是這個地球有人住 我們現在可知道的就是說 我們還是浮在空中 所以佛陀就是說 在這個師佛世界裡的周圍 還有幾十萬億的世界 就是在那裡 他說我們是一天 可以去奉揚幾十萬億的國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信念 身體有混亂 到處就是我們 就是天地之間 出世界、他世界 出國都、他國都 其實呢 只是在我們一面間 這就是表示說 人、人、人的這個心 沒有啦 但有著 太陽有的一間 因為那個清雞的雲丁 就是一樣 我們每個人各做各為 體脂之間的這種的 異形、溫形嘛 就是平安的 上說一面之間能力竭到此世界 或他方世界 心念著作用和其大 故說人心若不起無名亂流 就能調和 如星球在大氣層中 運行順暢 就能感到天地調和 風調雨順 我們也是個當作用 其中的異形 有的心情感 不能沒有夜 不能沒有日 也不能沒有星星 但是呢 在什麼時刻是 日 發揮功能的時候 什麼時候呢 是月亮發揮它的功能的時刻 或者是星星 它要出現的時刻 這都是我們要每個人要的這種的 標誌 在這種的大氣體的裡面 人家已經造成到這個大氣層 也已經亂了 這個亂 這個亂 它含到那個雞皮 這個亂流的氣 還留在這裡 還好一切 上人表示 天災起於人心 舊因緣果報之裡 人人的一面好心聚合 就能形成調和的氣流 反之若人心向惡 惡面會急 天地就會異常 再把這個天災 來講人體 來講人體 來使出 來給它 譬如我們人的氣氣 我們這樣來 來 平等化 就是我們 在做什麼 就要專心 大家要把核心來做 花花 我們這個事情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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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做不好 後面 把這個 和和氣氣的提出來 再來做 這個溝通 檢討 做不要流了 後面的那種的亂的氣流 徘徊不去 就是我們的心態 正人以天體比喻人體 以氣沉比喻人的脾氣 表示 唯有人心和和 才能發揮良能 個人心失調 心裡亂流 徘徊不去 就會影響團體的氣氛 每夜聽說 那個就是 我們去晚期兩團 我們去做很大 把氣氛出來的地方 運作得很好 不要說 我生了一個過年 那個亂流 你如果這個氣我 這個氣 你如果說我 我差不多 我就做我 你這個 這叫做亂流 這叫做心靈的 自我無名 這個不可以 發髒相傳 不是我 這個人是 要管理我 有今天的通過 就是來自那個時候的一個動作 陰的地方 那如果人家這條心 這個陰 陰 大陸 也變得黑了 這條心 也是吸到那個股臀殼的眼 這是什麼樣的黑了 這個黑陰 憲著人心說 黑眼 開始就變了 黑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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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做出起來 也透過就知道 透過就知道 透過一出來 什麼人要想 就是 透過的理念 拿起來就想 所以叫做 經驗火爆 這個火爆 都是來自那個 每一個人的那一顆的種子 好人 好人 一定好人 因為你好人 好人 好人就跟你家裡 好人 就是派人跟你家裡 好人 這叫做 淨化人心 這叫做 安川雄 給這個 大陸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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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略 人 在牍 之外 一些東西 非常� хорошо 一棵 總得很濟 一棵 大樹 無限的 無量的果實 我們少不了這一棵 所以這一棵 是在哪裡 在哪裏 translates 時間 空間 人 人與人之間 這就是要把時間 空間 靈感 人與人之間 我們要把每一分秒都發揮到我們的良好 心臉的氣流 這也亂流 流流 重生重量 一個人能影響很多的 這叫做氣氛 這叫做氣氛 這叫做人間的氣氛 大氣氛 上人表示 人人不僅要顧好自己的一面心 使其不起無名亂流 還要把與他人之間的大氣氛調好 如此就能風調雨順 否則人心亂流滋留 天地就難以放晴 佛說業力是逃不過的 天災是人禍造成的 佛說眾生共業 人類造業啊 在平地的人有平地的人累積的業力 在生活上的呢 看冷氣 每一個家庭 從外面的熱 還有人的體溫的熱 排到外面去呢 每一個人的一個家事 幫人散發出去呢 是一個大宅的溫室 佛陀說啊 然後在華華經理啊 就是把這個洗甘 當成了三改入火鐵 就是這個火鐵一樣 慢慢呢 再焚燒起來了 住的都是高樓啊 所以呢 手指一動啊 那人就會這樣 輕飄飄的往上升 這不都是呢 這種的電力的耗電嘛 尚說因緣業力 會使人一次再一次受到災害 所謂眾生共業 人類不斷的造業 使大環境難以降溫 造成惡性循環 很多的這種溫室效應 所以天災呢 一般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呢 無形中呢 都在在製造 但是呢 不要想說 啊我們這個這樣一點而已 經常滴水成河 看便滴的水啦 一滴一滴的 貨水也是都一滴一滴喔 他強化啦 就像步步一樣 一連串的喔 傷害很大 火頭八大人結經裡面呢 他就這麼說 人生無常 國度微粹 就是那樣的微粹啊 感覺到人力呢 是很微小啦 但是呢 業力很強 業啊 從我們大家 每一個人的生活中 在點滴點滴中呢 都會有造成 好幾年來 我一直在一個心裡 都是有一種的意見 一直感覺 我們如果沒有做 真正是來不及啦 但主連的威力很大 眾生啊 電動呢 很難能糾正大家的觀念 多年來 上人 總是有種 來不及的交集 存於心中 深覺得 若再不保護 日益毀壞的世間 再不糾正 日益敗得的人心 真的是來不及 火頭仔 妙華蓮華金來的 就是這麼說啊 三階如一代火鐵 這個世間呢 都像一個火鐵 他說在三階喔 色階無色階 不過呢 真正的火仔就是在色階 在我們這個世間裡 一切的業都是人做的嘛 人口越多啦 鄉修越大啦 做業越大 這叫做眾生共業 所以呢 一直就是很煩惱 這個業力這麼多 棠啊 仙屋 拔河 到底呢 我們有多少人在那裡 拔 拔 惡的呢 我們要把他流過來做仙的 愛人間菩薩九星 這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真正的 怕生的災難 要有經世的覺悟啦 台灣土地一塊而已 在海中有啦 所以我們還是要 更要提高情節 要戒勝前程 希望靜低靜見 有來 這個光光聖地呢 不斷過度開發 它總是呢 會有這樣的災難啊 有災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了 這一群慈濟人 沒有缺席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這是我們的本分事啊 我們北部中部南部的慈濟人 這樣的動員 到台東 去幫助他們 有的自己的花妻呢 也是家裡呢 也有受損啊 他們還是放下 還是投入啊 愛的能量啊 這都是人間菩薩 菩薩呢 從地湧出 上說若要世間無災難 大家要先收斂貪婪之心 人人手持戒律才能 尊正將惡業力縮小減弱 上說 巨風 颱風 氣旋等氣候災難 都是一股氣 這股氣在海面上旋轉移動 若是眾生液力強 就會牽扯著這股氣流 若是人人心中虔誠 這股風雨氣流 自然就會減弱 人人心中有愛 有善就有福氣 這股福氣 就能與惡氣流抗衡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慈陽 祝福您平安和順 正言上語人那裡足跡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見